詞曲 李宗盛 講完最後一點,回到前面 政教分離,教會和社會的關係 譬如現在來講 你知道嬰兒受浸在中環教會少了 在外國其實都越來越少了 除非你是天主教的信徒 法律都不合格地做這件事 譬如掌路會你可以嬰兒受浸 但不是每個掌路會的人都會 拿個小孩去嬰兒受浸 其中一件事也是因為現在 政教已經很分離 所以你有沒有嬰兒受浸也好 教會實際上已經是社會的 minority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從政派是未來之路 要開始教會和社會的 boundary 是不同的 不可以同一條線 不過從政派那種唯民心態 就是覺得信徒始終是社會的少數 我會覺得到今天還是值得去批評 從政派的傳統容易 就覺得我們教會這批很神聖 所以社會就理不得了 譬如你有沒有聽過有些人說 教會只是傳福音 就不要理會社會的公義這些議題 包括政治但不是單單政治 社會一些公不公義 有沒有壓迫人那些 教會不要理會那麼多了 因為這些事情 教會做多少都做不到多少 傳福音最實際 我對這些看法 很明顯我不是太滿意 我就會說 你傳福音的方法 都是靠神恩典的 你猜你教會再開兩個報道會 就一定會多些人相信嗎 可能開兩個報道會之後 多了一百人之後 然後教會分裂 誰知道 所以傳福音是靠神的恩典 為甚麼我們傳 是因為神叫我們傳 關心社會的公義 為甚麼要關心 因為神叫我們去關心 就是這樣 兩樣東西都是靠神的恩典 講完這一點 然後看你有沒有問題 講完這一點 還有背後 其實最後在重浸派 和那個Magisteri Reformers 其實最根源有一個 色經的分別 都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新約那個model 有多少是我們的典範 有多少是新約的處境 的特殊情況 令到他這樣做呢 譬如那些Magisteri Reformers 通常就喜歡拿舊約做榜樣 舊約神給了很多的律法 跟著要建立一個所謂公義的社會 那怎樣公義法 你有機會理一下 我神學院 我就跟你講 我教科信仰與財富 那我跟學生詳細去討論 舊約那個欺廉的律法 跟那個經濟的公義 那甚麼關係 你在舊約裡面 看到神是很明顯地 是有很多的教導 是跟社會的公義有關的 新約相對少了很多的 新約最明顯 是關心社會公義的一封書信 肥利門書 記不記得肥利門書說甚麼呢 奴隸的問題 那你看到保羅是很個人化的 保羅跟肥利門說 你不要再把你的弟兄 這個叫甚麼 總之他的弟兄 那個奴隸 你不要再當他奴隸了 你當他是弟兄 保羅純粹是一個個人的層面 去處理 那他就沒有批判 這個當時後的奴隸制度 如果你從新約的背景來看 你完全明白 保羅為何這樣做 因為當時的基督徒是社會中 少數中的少數 即是猶太人的少數 基督徒是猶太人其中一部分 即是這個很small minority 所以其實保羅說 寫甚麼批不批判 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只有一個趨字 保羅不是那些 好像我那樣只有趨字的人 他有用的東西才寫的 沒有用的東西寫來做甚麼 所以他從一個很個人的角度 去處理這個奴隸的問題 相比舊約那個整個社會的picture 是差很遠的 怎樣建立一個公義社會 舊約很全面 相對地來說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保羅那種態度 是不是我們的典範呢 還是只是保羅新約的處境的限制 令到新約有這種表達呢 舊約那種的 譬如律法整個社會 去推動社會的改革 有多少是我們今天要跟隨的呢 還是你覺得不是啊 舊約是猶太人 即是這個很special的case 已經跟我們今天在基督徒 在這個多元社會 沒有甚麼關係的了 即是你不是說 即是你越強調 舊約那個model 是對我們有權威的話呢 你就會越想投入這個社會 所謂轉化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社會 追求社會公義等等的東西 但如果你執著某一些 新約的經文呢 你就會覺得沒有了 最多我做好人 我傳福音 我做好人 我以愛心 對我周圍大兄姐妹 但是對這個社會 相對 基督徒能夠在這個社會 做些甚麼呢 那新約是悲觀很多的 OK 那我主人就告訴你 這個就是一個retension 即是 是的 沒得解決的 但是你就要明白 即是不同的人看聖經 為何有時會看到一些 不同的重點出來 OK 有沒有甚麼問題 關於重針派 我提了 其實他們 因為他們強調這個 即是教會是寫 其實呢 有一個food note 即是 重針派 其實嚴格來說 他們不是講正教分離 他們說的是 基督徒要跟社會脫離 即是抽離社會 做一個小數群 即是當年 我講過他們 直接抽出來自己的 籠雜社會 後來他們就沒有這麼極端 不過呢 就 對今天有些重針派的人 都會認為 他不可以加入軍隊 即是抽離 因為他要求這種 抽離社會的緣故 所以他到周圍都被人迫白 所以他自己看自己 就是他們一群受害的羔羊 即是他覺得 我都沒有害人 為甚麼你要迫白我呢 當然社會的看法就是 你說我們社會都是罪人 你自己是聖人 那你就在罵我們 我不可以容許社會裏面有一批人 是不認同我的權柄的 你明白嗎 即是某程度 你都 你 某程度 你可以說 你 即是從政派的處境 其實有點像今天 國內的家庭教會那些事情 當然從家庭教會的角度來看 就會說 喂 我們又不是做壞事 為甚麼 就是賊你又不去捉 我們家庭教會的人 聚下會你都去捉 不過當然從中國政府的立場來看 就會說 喂你不承認我的權並 我說了有條宗教派這樣做事 你不跟我的宗教法做事 即使你不承認我的權柄 你不承認我的權柄 你不承認我的權柄 即是挑戰我的權柄 那政府怎麼可以容許有人 挑戰他的權柄 所以當年的重政派 就是去到哪裏都被人追殺 多謝成禮的那個 其實他問了很多問題 其實每個問題都可以說了一大論 他最後的提案 不過他講得很有artistic 他最後的提案 跟他第一句說 都是回應的 就是神可不可以 就是神不預定一些東西 但是又可以預知一些東西 那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是神預知 當下會做些甚麼 如果他吃禁果又怎樣 不吃禁果又怎樣 但他又不是預定他的結果 那當然你不是第一個提出來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你怎麼知道 不過你肯定不是第一個提出來的人 如果你這麼複雜的東西 所以很簡單的 答案就是你去看書 如果大家 譬如你覺得這個 譬如成禮 成禮 你覺得這個是一個可能的進路 你可以看一下 譬如我們有個叫做 在基督教的哲學家之中 有個很有名的大師級人 叫Alvin Plantinga 他寫了一本很薄的書 叫做 God, evil and freedom 就是神,邪惡,自由 就說出這個理論 他用一些叫做 Middle knowledge theory 即是甚麼都好 你不需要知道 他用了一種東西 叫做Middle knowledge theory 去解釋 為何神 可能可以不預定一些東西 但是又可以預知到一些東西 這樣 可以看一下 那本書很薄的 不過肯定已經看到你頭痛了 這些是 就是Pantinga 是Naughty Dam 就是美國 Naughty Dam 就是聖母大學的哲學教授 Anyway 那就算看書 不過呢 你提到另一個問題 又是很複雜的問題 就跟預定預知 沒有直接關係 只有間接關係 就是那個 Fate of the un-evangelized 就是神學上 我們叫這個問題 Fate of the evangelized 就是那些 沒有機會聽福音 那些人怎樣呢 是否對他們不公平呢 那這個又是很爭議的問題 那你有機會又看書 我忘記一本書叫什麼名字 你應該走去Amazon 打一下這個字 Fate of the un-evangelized 你應該找到一些書 起碼有不同的選擇 起碼有Universal salvation 有些人就說不是啊 其實他們每個都聽了福音 就是待會 你對羅馬書第一章怎樣了解 還有你什麼叫做聽了福音 有些人會說不是啊 他們就算沒有宣教善跟他們說 某程度神都說了他們 所以他們不信活該死的 那你又去看書 不過去講回 其中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對於那些 如果你說預定的話 對於那些沒有預定的人 就很不公平 我想嘉爾文其中一個答案 就會說 你先幫誰人說話 你怎知道誰是神沒有預定得救 這個是完全抽象的一個 entity 誰是神沒有預定得救 我想希特拉應該沒有的 除了希特拉之外 還有誰呢 I don't know 那你講誰人去說話 這個難題是 有些人會說自己 神沒有預定我得救 所以我不信耶穌 因為神沒有預定我 嘉爾文就好像今早就說過 這個是你自己說 你自己神沒有預定 神何時告訴你你 你沒有預定 所以對嘉爾文來說 在人的層面 永恆的層面 神就知道 誰是神祂預定的 誰是祂沒有預定這個福分給他們 神只有神知道 在人的層面 只有兩種人 就是願意跟隨基督 和此刻不願意跟隨基督的人 你不願意跟隨基督 就是你的決定 你不要把責任推在神那裡 如果你真的想得救 你便今天決定信耶穌 有誰人拿支架指著你 你說你不能信耶穌 沒有 你說我信耶穌 天花飯不會倒下來 那你就說 說這個話 那為什麼你不說 你不願意 那你不要賴神 大概 Kelvin就會這樣去說 我們人世間 只能說回人世間的說話 就是永恆中的東西 他會留給永恆 不要去趕快去叫神的秘密出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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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